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啰 欢迎来到这个礼拜的 KISS一把照之 这个之很多了 知新年快乐 知复仇之日 你没有念到发烧排行榜 好啦 这是主题 欢迎收看KISS一把照之发烧排行榜 知新年快乐 知复仇之日 这是我要喊的 为什么呢 有看到了吗 我们的头部机又出现了 在线 因为如果有这个 手丁KISS一把照的观众就知道 我上次输得很惨啦 所以今天呢 你知道过了一个新年嘛 你出来玩总是要还 所以你欠我的还是要还啦 我又没有出来玩 那是你猜拳猜输的 今天看看咯 好 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强妮 我是梅哥 好的 那今天呢 我们为什么要放这个跑步机 而且呢 最主要是因为去年 我们来一起拍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想说 每一个人 然后有三段音乐要介绍嘛 三段专辑 所以猜拳猜输的人上去跑步 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他想整我 对 然后赢的人呢 就在下面安静的抱绑就好了 然后呢 结果没想到这个 您真的是财心高照 真的耶 我三连钟耶 就跑上去一直跑一直跑 从头跑到尾 不会不会不会 今天就是麻烦您了 再说吧 反正我们等一下会猜拳啦 然后输的人就在上面你知道 应该其实应该要一边跑一边抱才对 那个太喘了啦 好啦 而且听众会听不清楚啦 好啦 但是如果真的要 好啦 竟然每一个人这样子 他是信心满满 你要一边跑一边抱也可以啊 真的吗 好 好 那我们没有人补话就好了好不好 不要 照正常就好了 好啦 不管怎么样今天同样的 在我们的Kiss发送旁边 有华语东阳西阳当中呢 我们的三个专辑榜 挑出了三首歌 就一起来介绍给大家 是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的 这是一个国语的专辑 而且第一周竞榜马上进入了11名的位置 是的 好 那么这位歌手呢 叫做林欣扬 没错 嗯 来 这个是非常具有才华的歌手 嗯 好 当然我们要 你不要再讲了 赶快猜拳 我们要准备猜拳了 没错 各位 来镜头往下移一下 不要移到小腿 移大腿就可以 谢谢大腿大腿 那一格的裤子 穿起来就像直衣运动员一样 它有视觉的效果 你很烦欸 它是天生的运动员 闭嘴 真的 谁能够一长出来就有这种大腿跟小腿 哪有 特别很多小兔子 没有 我今天特别穿这件裤子 有3D的视觉效果 是 如果人家跑起来会有那个 万马奔腾的感觉 万马奔腾 会用心欸 好啦 那你介绍一下你的服装 我那没什么啊 就是名牌的嘛 Michael Jordan 只这样而已嘛 对啊 你知道 就买了很快啦 就买了很快啦 就给你了 可能没有用过的啦 好啦 快点来猜拳 好 来 我们现在猜拳谁输谁上去跑 好 林新洋第一回合 好 一二 剪刀 石头 等一下 你 好 来 剪刀 石头 不 好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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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上去 有说好是复仇之痴 好啦 我跟你讲 小时候胖不是胖 一开始赢不一定会自己赢 大家快点看好我的万马奔腾 好啦 你可以开始介绍了 好 那我觉得因为我们这个有很多的 其实今天有点慢欸 对啊 今天有很多的方选 就是很多的功能 好啦 我自己加 自己加啦 好 我自己加 好 然后呢 我也要加一下坡度啦 好了 上次太简单了 所以我们这次大概加到45度左右 大概是上坡 好 好 真的有点慢 我自己加 好 好 现在时速是6公里喔 好 很快 开始了 GO 好 哈哈 为您介绍了这次 林欣扬是本周 华语榜的第11名 他很快欸 有 那他慢慢跑 我就慢慢讲 不用 你可以快一点 林欣扬你知道吗 他对歌唱的兴趣 是从小学开始喔 那有受到五登响 这个很历史悠久长寿的 歌唱节目的影响 是 所以呢 他就拿湯匙一张麦克风 然后呢 拉开妈妈的苏中海偷梯 当做楼梯 来想象自己戴的皇冠 然后呢 一起登上这个未眠者宝座 就是有明星梦的一位 对对对 所以呢 他也开启了 他的这个演唱 还有创作之路喔 其实林欣扬一出道呢 就获得了金马奖 最佳电影主题曲 鲁冰花的曾淑琴 这位女士呢 因为音乐的情侣 而成为她的好朋友 所以她从发声 到这个录音 以及现场演出 多达22年的 现场演唱经验的 这个淑琴姐呢 也帮她做了一个集训喔 是的 所以呢 林欣扬事实上 她的这个演唱的功力 以及她的创作的才华 已经备受歌坛的注目 那么现在呢 也推出了个人的新的专辑了 好的 那么林欣扬呢 这次她推出了一张专辑 也跟那个非常著名的 这个歌手 她有入回锅金曲奖的 最佳新人奖 吴金册 吴影册 那她们呢 一起合作的这张专辑 叫做窗帘 来自林欣扬 本周华语榜 第十一名的歌曲 耶 我也下来了吗 好 那当然啦 其实呢 今天能够 哈哈哈 好啦好啦 下来 下来 那我不会用啊 快点救我 等一下 怎么用啊 就 这个 这个哦 平址 好啦 你就慢慢下来 好 慢慢下来 好 慢慢下来 各位看到了梅格 这么美丽的吃台来头部 而且她从过年前到现在 已经碰了三公斤了 哪有 我变瘦了 所以你就让她跑跑步嘛 好 第二期 好 第二期一定要介绍的是谁 哦 这是很特别的一位歌手 我们花乐坊还有一位啦 哦 对 轻松玩乐团耶 是的 哦 她们从1998年就成立了 让我赢吧 我喜欢她们 好 轻松玩乐团 来 那我来跑也没关系啊 直接跑吗 当然没有 来 猜拳 剪刀石 等一下 你要出什么 你不要每次都不讲剪刀石头 我都会被你影响 好 你要出什么 我不要告诉你 好 我要出石头 好 随便你 剪刀石头布 耶 赌筹 上 请登上卫冕者宝座 耶 老天果然是疼我的 好 好了吗 好 我刚刚按6 你应该可以按9 真的吗 那我就按6好了 我再检查一下 有啦 有在跑了 6吗 是6吗 对啊 对啊 好 现在强力时速也是1小时6公里 好 同时我就来介绍一下 我很吵 我先喘一下 好 今天要介绍这张专辑名字的 他们是个团体名字叫做 RELAX ONE 轻松玩 然后其实从1998年就成立了 我很小的时候 大概国中的时候去参加春天大喊 就看过他们的表演 诶 怎么等一下 为什么我就这么快啊 我的也是这样啊 是吗 试影师是这样吗 是 是喔 特别是说是 好 轻松玩乐团 他们有四个人组成 从1998年 然后呢包括主唱叫做 Summer 然后拜拜手叫做小人国 费手叫做小人国 然后吉他手叫小毛 鼓手叫阿贵 然后他们四个人呢 从我国中的时候 就很喜欢他们的歌 然后你们一定有听过 像是海角7号的 Hebillah 主题曲叫做émic 好听 就是他们写的 還有另外一首抒情歌也很棒 看清 就是收錄在他們2005年的 第一張專輯當中 然後這次隔了六年 終於發行了這張新專輯 然後今天要推薦給大家的歌曲 就收錄在裡面叫做平行線 如果你喜歡輕鬆玩的話 這張專輯真的要推薦給你 因為真的很好聽 而且裡面不管是快跟慢跟 你聽完就會有一種 很放鬆的感覺 怎麼變慢了 怎麼變慢了 CPR 怎麼可以自己偷偷來 好吧 那這次輕鬆玩的專輯呢 這次一進訪就到了第15名 推薦歌曲平行線介紹給你 我對你很好耶 哪有人要自己變慢的啦 我跟你們說年齡真的是 差異就在這兒 看到有多喘 你還好嗎 你可以說話嗎 還好 耶 有點都沒有什麼 是嗎 對 好 接下來 接下來 第三輪 第三輪 好 現在是1比1平手了 對不對 我覺得 今天我穿這衣服穿錯了 怎麼樣 我今天如果穿西裝來 絕對會容易到我跑步 為什麼 因為那個 就天生會贏了 是嗎 對 我覺得他快要闖不過氣 還可以嗎 Are you OK 還在玩笑 這邊提醒大家 我以前是籃球的校隊 怎麼樣 還有棒球的校隊 以前啦 對 然後現在也是校隊 什麼校隊 被人家笑得多 被人家笑得多 好 40歲以上的朋友們 就是我們不要做這麼 我還沒到40歲啦 我還沒到40歲啦 太誇張了 好啦 最後一個 我要介紹的專輯是誰 哇 這是一個來自日本 現在轟動了整個東北亞 也轟動了整個亞 亞洲 因為日本 韓國 都對他們就真的超瘋狂的 而且現在台灣也有 非常多他們的粉絲 而且很多都是宅男 所以今天一定要介紹給你 我們先來開拳 剪刀 石頭 復仇之日 剪刀 石頭 復仇之日 剪刀 石頭 復 呀哈 耶 耶 耶 請登上衛冕者寶座 謝謝各位聽眾朋友 我知道你們都有在前面幫我加油 拜拜 綁單記得留下 要不要增加到9啊 可以吧 要不要增加到9 9耶 好 現在搶你 以每小時9公里的時速 準備要奔跑了 看他今天穿一線淨裝 我們就來介紹歌曲了啊 好快喔 好 待會如果需要叫救護車的話 我會告訴大家 好 今天要介紹這張專輯呢 其實剛剛說到轟動這個全亞洲啊 這個團體的名字就叫做 AKB48 為什麼呢 其實他們的團員有很多很多人 據說呢已經有達到了200多人 還在陸續的徵招當中 然後呢 因為很多人搞不清楚 到底有多少人 是因為他們每次出來的組合 都不一樣 然後這次推出的是他們 這個出道以來 第20張單曲喔 然後你知道他們有多驚人嗎 第一週喔 第一週就賣破了 日本94萬 94萬的紀錄 你還好嗎 欸 好 快點 然後這樣子 作弊 沒有作弊 我又在跑啊 趕回去 這酒太快了 太誇張了 快點 不要打在我 好 進去AKB48 好 AKB48這樣專輯 第一個禮拜就破了94萬 然後呢 也寫下了這個 在日本的排行榜上面的紀錄 據說上一張破90萬呢 是在1999年的雨多田了 所以你看這個紀錄 現在居然被這些少女們打破了耶 所以顯示這個 日本的現在市場就是偶像當道啦 所以這個團體呢 嗯 你一定不能不認識 就叫做 AKB48 AKB48 這個禮拜一進榜 這張新單曲 變成櫻花樹 講的就是關於 畢業季節的溫暖歌曲 然後一進榜就來到了第三名 恭喜他們AKB48 也恭喜張強尼先生 耶 欸你穿49耶 好巧喔 可是他從頭到尾都在作弊啊 你知道跑步機旁邊有一個人槓 嗯 對啊 怎麼樣 你只要踩住那個槓就不用跑步了 但是我還是有努力做動作 你還敢教人家 你還敢教人家 我真的很累 我要抱綁還要跑步 你那要抱到綁啊 哦 好所以呢 下個禮拜我們會舉行的就是投籃比賽 快點 你這個沒有用的東西 你叫搞那麼硬啊 好要不要跟大家講一下現在的身心狀態 拜拜 嗯 幫我打119 好可憐喔 好啦你知道的 是 不要跟年輕人比這個 我沒有在跟年輕人比這個 因為我本身太年輕了 而且我今天真的是復仇了 好開心 好啦沒關係啦 我們下禮拜 呵呵呵 怎麼樣 還會有KISS一把照跟精彩的這種 體能大經濟 不過下個禮拜是KIKI跟李歐 也推薦他們 他們是很感性介紹音樂 他們是動靜 我們是動靜兩派啦 對對對 他們是靜的一派 我們是動的 動物一派 他很動他很動 對 好 謝謝你收看整集的KISS一把照 知復仇之日成功 知新年不快樂 謝謝 很快樂 好我是強妮 我是美哥 拜拜 下次下禮拜見 拜拜 哈哈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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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